迷你世界中的狮毛它非常的尖锐 它由木棍和石子支撑 我们可以把它丢到野人的手中 并且野人也可以拿我们人类最顶级的钻石装备穿在自己的身上 那么野人没装备的时候 它会抢我们人类的装备吗 有很多小伙伴说 野人不会抢我们的装备 错 其实野人会抢我们的装备 你们知道吗 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也见过野人 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迷你世界中的野人 它们是群居生物 并且白天的时候 只要我们进攻一个野人 一群野人就会来揍我们 小伙伴们你们看 我被一群野人围殴 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一个 就是此时野人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但是我和学姐发现 当我们穿上一身顶级装备的时候 靠近野人 我们没有打野人 但是一群野人也会来围殴我们 他们会抢我们的装备 随后我的血量就没有了 然后出现了一个死亡墨碑 这时的我已经嗝屁 小伙伴们你们看 我点了重新开始 我的装备全部都没有了 并且此时我加快速度 去地图标注的死亡点 小伙伴们你们看 当我没有装备的时候 我靠近野人 野人就不会主动打我 并且他们把我的装备平分了 所以迷你世界中的野人 他们没有装备的时候 会抢我们人类的装备 你们知道了吗 我看你这种子做的好事 我看你这种子是个小伙伴的